官宣 陕西大秦之水头号球星正式离队加盟中超新军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摘要 今天2月17日上午 陕西大秦之水俱乐部官方宣布 球队头号球星奥斯卡正式离队 加盟石家庄永昌 华沙网讯 今天2月17日上午 陕西大秦之水俱乐部官方宣布 球队头号球星奥斯卡正式离队 加盟石家庄永昌 大秦之水俱乐部在声明中感谢了奥斯卡上赛季为球队做出的贡献 奥斯卡出生于1999年 作为西北狼队时首位加盟的外援 奥斯卡多次一记绝尘 攻城拔寨战功赫赫 出场26次打入22球荣英中假射手王 同时帮助陕西队成功保击 早前报道2月17日凌晨 陕西大秦之水 头号球星奥斯卡在个人社交平台宣布将离开西安 迎接新的挑战 奥斯卡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告别球队 他写道 与陕西度过的一个赛季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奇迹 球队拥有出色与杰出的球迷 我从来没有对你们产生过陌生感 我现在十分激动 这个赛季新的大门已经打开 新的目标已经出现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谢谢陕西 网传奥斯卡身着永昌训练山献身 奥斯卡本人宣布离队的同时 有消息称他即将转会石家庄永昌 华商体育球证俱乐部相关人员 对方表示暂不方便透露细节 但默认转会即将完成 据了解 奥斯卡转会石家庄永昌 转会费约1500万元 同时对方将两名球员弹响 郭胜交换到陕西 其中郭胜是原陕西全运队球员 该笔交易也将在近期官方宣布 奥斯卡出生于1999年 上赛季为陕西队出场26次 打入22球荣英中假射手王 同时帮助陕西队成功保级 在家乡民主刚果 正是上赛季在中国的优异表现 让其在自己的国家一度成为超级巨星 上赛季中假结束后 有多支中超球队表现出了对奥斯卡的兴趣 最终 作为中超升班马财力雄厚的石家庄永昌取得先机 放走奥斯卡陕西对新赛季备战是否会有影响 据知情人士透露 放走奥斯卡原因复杂 但是俱乐部影员工作不会怠慢 对于新赛季球队的投入只会有增无减 如果交易完成 那么交换而来的两名内员都是当打之年的好手 同时前段时间俱乐部视讯的几个外员实力不俗 尤其是同为非洲人的杜比 该球员仅有22岁 已经代表京八部围 打过多场国家队比赛 进球效率惊人 希望球迷尽等好消息 来源 华商体育报道组编辑